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荣欣高升警政署长之后 留下的局长位置至今无人接任 市长蒋湾28号在议会被询 自曝内政部长刘世芳前一晚亲自致电沟通人选 只是正逢立院的表决站 年轻人号召场外青鸟活动抗议 而警力吃警之际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却惊爆 透过基地台讯号分析 这批年轻人不属于号称小草的民众党选民 也被蒋湾批评不该监控人民 节目金报立院场外青鸟行动参与年轻人 不是号称小草的民众党选民 王毅川这番话却引发质疑 民众党痛批 绿营动用国家机器监控台湾人民 王毅川社群回应是手机资料分析 透过讯号取得人流特性 来自民间调查更举例和台湾灯会 新北耶诞城活动分析方式相同 只是去年台湾灯会才在北市登场 北市府这头却驳斥王毅川说法 不会是有特别的这个介入 或者不应该是这样 但以我们政府来讲 我们市政府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台北市警局长现在还选 所以是您不同意警政署题的人选吗 我们都持续在跟内人部沟通 立院表决战 人民重回外场街头 急需警力 维持和平 但北市警察局长张荣新高升警政署长后 留下的局长位置 选缺至今 先前传出的潜在人选 前中正一分局长方养宁 却遭绿营议员强力反对 自曝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致电讨论人选 毕竟街头抗争在起 北市警察大家长急需赶紧就位作证 接着我想李明洪 台湾大